那么参加本场对决的分别是ZGVX战队和蓝战队 相信大家对本场比赛已经是期待已久 你傻笑什么呢 今天这比赛有意思了 解释一下 司马脸陆思成 和他热情似火的相亲对象苏洛 不 长得一般的苏洛 还有小矮子Smiling 和暗恋他的昆 四人同态 这是什么 大大的修罗场 OK 老K跟上 来了 我有大 可以的 好的 小胖 带着遛给童谣 什么情况 有情况的情况 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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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超强的一点能力 真的不愧是第一踢队的强队 没错 但是最一我觉得可惜的话 就是蓝战的 不管然没拿万年竹 玉藻前去开瑞全场了呀 那可不 作为一个深情百日的 还在这边对技艺点 竟然没有一点 咱们通常机器装的不太好了 绝了 走老给 走 怎么了 韩剧里出现这样的女人 一般女主都是怎么处理的 你这里掉了根睫毛 走 你这个花 你这有什么花 我烧的没有 你这个花 你这个花 有什么花 你这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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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花 就双生小光 我这心里 就双生小光 那 没什么 莫名其妙 陆思诚 走了 快点 祝贺你比赛胜利 谢谢 救命救命救命 我突然莫名其妙 对一个素未相识的人 有了邪恶又恶毒的想法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举动 类似于黄狗 在不属于它的地盘的跌线杆上 偷偷叙叙 傻孩子 这叫生物应激性 顺便问一句 你在哪个店先赶上 偷偷叙叙了 陆家村村口那个 诚哥 你终于可以承认我了 包装高级 品种也高级 这个给队长送花的人 有眼光又非常有诚意啊 这么大一数应该不便宜吧 陈哥 刚才那是粉丝啊 是他未婚妻送的 都进几成未婚妻了 那我们童谣怎么办 童窗共整国就这么算了 什么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出轨钟声响起 我还是没能听到你的声音 认真说声对不起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 喂 你们过来 有意思吗 我是说我在基地一楼洗手 我说怎么水是绿的呢 原来我们同样在二楼洗头呢 滚